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與你分享 我是林雨涵 今天的這位來賓厲害了 她有參加過非常多熱播的電視劇 然後也是一位電影明星喔 讓我們就邀請這位電影明星阿Q 我是文慶宇阿Q 你是想說我剛剛那個笑聲太高音了吧 不是不是電影明星有點害羞 是吧 還沒還在努力中 是吧 認真 對對對 認真努力 嗨阿Q 我們是老朋友了吧 之前有去參加過阿Q的Podcast 大家可以去聽一下 那一集講的蠻有趣的 蠻有趣的 而且你很開放 你聊很開 就是對啊 一定要去看一下好不好 大家去看一下 好那你先正式的來介紹一下自己好了 大家好 我叫做溫慶宇 綽號叫阿Q 身高167公分 體重61公斤 欸要這麼細就對了 感覺在試鏡 試鏡不是要講這些嗎 那試鏡的話應該是要正正的這樣講 45度角 90度轉一圈 你有看到身後這一幅畫嗎 有阿很帥耶 這是我今天送你的禮物 真的很帥耶 這是我用你那個 頭貼的那一張 就是最帥的那一張 就是最帥的那一張對不對 對 我自己也覺得最帥 真的有帥到對不對 最帥阿 那張很有一個電影感 真的嗎 然後我自己很喜歡 我也很喜歡 所以我就希望 你可以一直都保持著這樣子的狀態 一直很有自信 你說以後也是跟人家講話 就這樣講話嗎 也是可以 欸我經紀人還說我什麼話很像星星 不 不會阿 他就這樣子 他是覺得太壯吧是不是 對啊 可是我想說你那張真的確實有這麼壯啊 真的嗎 有 我在你心目中 是一個小巨人耶 對啊 因為可能是角度關係吧 謝謝 謝謝 角度 因為角度這樣我們看起來很壯啊 對啦 苦起來 很帥耶 謝謝你 我可以帶回家是不是 對啊等一下進來拿 好 那為什麼你要叫阿Q啊 我一直非常有這個疑問 很好奇嗎 對啊 因為我家是那個 就是 投資那個阿Q銅面 真的假的 嗯 啊你有拍過阿Q 特面的廣告嗎 沒有沒有 你這敵人這個臉 你這臉就是在給人家騙的人 沒有啦 這說來話長 就是 我小時候參加了一個夏令營 夏令營喔 對然後因為那個夏令營就有點像是那種 就是 放生的那種感覺 就是每個人都要做一個工作 那 然後那時候大家有 比如說 做菜的阿 或是 或者是 就很多工作 然後還有什麼烤肉生活 烤肉生活的 對 所以那時候 小孩子會這些東西都很厲害啊 呃 國小的時候 對國小的時候 那是蠻厲害的 然後我什麼都不會 然後我就是打雜 然後因為那每個工作都有每一個代號 嗯 然後我忘記其他代號叫什麼 但我的那個打雜工作的代號叫做阿Q 阿Q喔 對 這麼酷 對然後就 就是那時候可能那個夏令營大概五組阿Q 可是好像 阿Q1號阿Q2號阿Q3號阿Q4號 但好像這我比較適合 但阿Q 因為那感覺就很爛爛的感覺 對對對 然後隨便大家就讓我了 然後就用到現在 對對對 所以你覺得阿Q這個名字 呃名字就讓你覺得 還蠻符合你這個人設的 小時候啦 因為小時候就是跟大家認識交朋友的時候 然後只要講我的外號大家就會記得 這蠻好記得 對啊 而且真的會聯想到阿Q同名 對啊 對啊 欸阿Q同名還不來找我那個拍個廣告 我等很久 蛤 蠻適合的 而且你那個臉也蠻小的 對啊 QQ的 但是但是我這幾年 可能過年過三十 我最近 叫阿Q有一點害羞 所以 開始前面要加文姓語 加一個本名 對對對 為什麼有什麼好害羞的 就是阿Q覺得有點太 蠻可愛的啊 對就是 就是好像 這個年紀到了好像不適合 那麼一直可愛 阿不然也可以叫Q哥啦 Q哥好像賣海產 Q哥 也可以用賣海產 Q哥感覺也不錯啊 對啊 但是我習慣了啦 所以我現在 就是阿Q還會再用一陣子 然後再考慮說 到底是最後是要 就是不要用了 還是換個名 改個名字之類的 但我覺得大家對你的印象 就阿Q這個印象很深 是因為大學生了眉吧 對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感覺好像 可以沿用 一時半開還不能改 畢竟 對啊 現在可能大家對我的印象 除了 咒之外 可能就是大學生了眉 對 那萬一沒有看咒的人 那就只剩大學生了眉 還好我都有看 對 而且那個大學生了眉 我們才差幾歲 我們才差幾歲 八歲嗎有沒有 嗯 應該沒有差吧 沒關係算了 沒關係 不想追究 看不出來就好了 對啊 阿你那時候是怎麼去大學生了沒 這個節目的 喔反正就是小時候就想 就從小的夢想就是想當明星 真的嗎 對啊真的 自傳那一種都是寫明星那一種 認真 真的阿 小時候就想當明星 然後就是因為那時候 就是我們唯一能夠 唯幾個能夠露出 就是可能接近明星的平台 就那些嘛 就什麼超級偶像 對 那時候YouTube也還沒那麼盛行 對 所以就是剩下大學生了沒 喔那時候還有棒棒堂啦 你有參加過棒棒堂嗎 沒有沒有 欸你知道嗎 講到這個我們很多 大學生了沒的人 嗯 都有去參加過棒棒堂 因為棒棒堂跟大學生了沒 是同一間公司 喔了解 所以如果長得比較沒有那麼帥的人 去參加棒棒堂的選拔 但是表現得不錯 公司會說那你去大學生了沒 所以你的意思是 所以我我大概有自知之明 所以我沒有去大學生 我沒有去棒棒堂 自己自己就先去 抱大學生了沒 對我就直接抱大學生了沒 就是去搞笑的 你已經把自己定位到搞笑的 對對對 因為我又不會唱歌啊 又不是那個帥哥 所以就只能就是走搞笑的路線 那你第一次四季元的時候 你說你用氣音模仿喔 那真的很尷尬 怎樣很尷尬 我們第一次去試鏡 然後那個就是試鏡的內容就是要表演 要搞笑表演 可是那個試鏡我們的那個人 對 他是從小到大 家裡是沒有第四台的 喔就是沒有看過電視 很少看過 很少看過電視的人 其實本上沒有看過電視的那種人 然後但他怎麼還做電視呢 這是我第一個好奇的點 一個疑問 然後所以我們那時候表演的內容 他都看不懂 因為我們那時候是主要是模仿嘛 嗯 模仿很多藝人 你是模仿 那時候是模仿誰 我模仿什麼陳松勇啊 嗯 然後我搭檔模仿 最派翠克的模仿阿信啊 這類的 嗯 他一個都不認識 嗯 然後不認識那也就算 那因為是我們會錄影嘛 對 那不認識就算了 我們表演他會給製作人看 製作人都知道嘛 那就算了 那重點是我們還在那個 那時候在地下室 就公司的地下室試鏡 然後剛好 地下室裡面一個辦公室 是陶子姐在開會 所以我們 我們就 對我們就不能吵到陶子姐阿 對啊 欸小小生小生這樣子 對啊 就是不管是誰人家在開會我們 也不能打擾人家 太大聲 蛤可是我好像都很大聲耶 哈哈 你看看這就是你的不對了 我都拼拼拼拼 然後都被罵 然後我就說 欸小聲一點阿 你看就是會被罵 對啊就是會被罵 對我懂那感覺 對所以那個人也怕被罵阿 嗯 然後就叫我們小聲一點 嗯 表演 對 用氣音表演 欸陳松永欸 陳松永是那種 聲音很大的那種人 對要怎麼用氣音表演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 沒有結果 也沒辦法 第一次是沒結果 沒結果 那因為有留那個資料了 所以第二次就需要在 需要搞笑的時候 就又被挖出來 然後又找我們去試鏡 那時候就上了 對啊那算是有留下印象深刻的阿 有有有有有 那還不錯阿 我印象太深刻 所以是因為大學生了沒 然後進入演藝圈 對 算是 這算是 對對對 是啊是啊 絕對是 還在算是 那就是阿 就是因為大學生了沒 對對對 然後你最近然後有上那個小姐不洗地嗎 前陣子阿 對然後不是有一個新聞說什麼 呃 男星因為第一次錄影而遲到 喔你說那個是小明星 小明星大跟班 對對對 搞錯了 同時段嘛 對對 打對台 那你對於第一次這個錄影遲到這件事情 你怎麼看呢 所以真的是因為第一次阿 沒有我跟你講 我應該可以講吧 你有這麼著急喔 就是其實那個狀態 嗯 是有點 有點掰的那個故事 喔 掰的故事 對不是那麼那個完整是 真的說是第一次然後遲到 因為那時候我要錄那個影 因為我很久沒錄影 嗯 然後我想說 對方給的酬勞也不錯 嗯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很久沒錄影 那總要有一點就是效果 對我不能就是去然後 好像什麼都沒有啊 就就領人家錢 我覺得不好意思 然後我就想說要想一個比較厲害的 嗯 那第一次跟遲到 都發生在那一陣子 那一陣子 對所以我就把那兩件事情合在一起 喔 給別人去爆料這樣子 對對對 那你的第一次還好嗎 很尷尬 怎樣很尷尬 不是因為我 很匆忙嗎 不是很匆忙 因為我 欸你知道嗎就是 真的要發生第一次的那個當下 是你 你不會 意識到說 喔我要來了這樣子 你不會提早知道啊 嗯 所以 我前一天就去 就是因為要表演的關係 就是練了 就是排練 然後練了 體力耗盡 對 就是用肌力訓練 我全身超級痠的 嗯 然後這麼痠的狀況下 突然來了第一次 然後你知道 就是 需要用到 很多的 核心的力量 核心的力量 核心的力量喔 就是 你說你在第一次的時候 就是用到 要怎麼用到核心力量 就是做的時候 然後總要 腰腳一起 喔要一起動 對同時進行 然後我就覺得腰超級痠 然後 就就是 所以你 你就是結束第一次之後 就整個淚攤 對然後我就以為 做愛愛是這麼累的 喔 我就想說完蛋了 那我以後怎麼辦 對我以後想說怎麼辦 怎麼辦 然後以後要做的話 我是不是都要很尷尬還是怎麼樣 還是說你要剛才再練一下 這個 就有點打退堂 有點想說那就 就一輩子就停留在那一次好了 所以你有陰影喔 沒有啦沒有啦就是 到後面應該好了吧 後面他就提 就是精神好就 就好就 滿意的 就是表現不錯的 所以這個標題 就是因為這樣子 對 你把它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 算是一個效果 所以真的有遲到嗎 因為那時候就是真的是太太太 因為我們常常需要表演 嗯 然後表演又會排練到半夜那一種 喔 然後早上又一大早要錄影 你們都是錄早上很早的 就從早上開始錄 喔然後錄很多集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就 就是難免會睡過頭 哈哈 我也沒有遲到那麼多 我才遲到那一次而已 真的喔 對 一次嗎 對啊 要遲到多久 喔我遲到到 因為我那時候是要表演 然後我遲到到 最後一刻 喔就是剛好到啊 就因為我們就是 大學生不是 十六位坐在那個位置上嗎 對對對 然後 如果我們遲到的話 就會找 有別場的 學生去 來替補 喔 然後就是最後一刻 就會 才會說 他真的沒來那就請你來上 請來替補 我已經到那個程度 就是已經有人替補我了 主持人已經做好了 就準備開錄 就差獨秒那一瞬間 差一點點 對 然後就什麼 就是一到現場 你就剛衝過去 直接衝過去 然後就錄了這樣 不然又少了一集 對 是這個意思嗎 可能會少很多 因為我們那時候很嚴格喔 遲到可能會被停錄一個月那一集 真的假的 天啊 那你很危險欸 很危險就差點開天窗 天啊 而且好險那一場是要表演 所以其實 蠻需要我的 就蠻需要 你們已經配好了 那個表演的那個 那個 所以其實基本上我有到 就沒事這樣 喔了解了解 不會被處罰 所以你那時候錄大學生的 你應該還是有在讀大學吧 有啊有啊 是認真 當然 沒有大學是不能錄的 喔是嗎 對啊 大學生沒有大學不能錄的 沒有大學是不能錄的 喔這個規定 對啊 那你那時候 呃在那個 學生跟錄製中 嗯 你會不會很常翹課 因為錄製翹課 倒不會是因為錄製翹課 是自己想翹 對 翹課絕對不會是因為 只是因為錄製 就是自己想翹 沒有我們反 反而錄影的時間 還不會 不會翹到課 打到那個 因為我們就會排 因為是自己選課的嘛 喔對對對 反而錄影的時間 我們會把課排掉 喔 但你都應該是全部排掉 排掉排掉 然後排掉的課 然後也順便 其他時間不用錄影聲音 順便叫一叫 好那你有畢業嗎 呃 呃 那叫什麼異業 喔異業 沒關係吧 我以為是就是 一個很勵志 就是說為了那個 要去那個錄影 然後 就放棄那個課業這樣子 喔沒有我反而是為了 學校放棄錄影 真的喔 因為那時候就是我們 因為表演科系的 就是有畢業展演 然後我是導演 喔 對所以 就畢製的導演 嗯 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職務欸 對 然後我就 因為我 就是想說 既然被 就做導演 那就是 排練時間我都一定要到 嗯 然後可是很多人就 比如說只有那錄影 我們錄影的時間 才可以一起來配合排練 喔 所以我就會 推掉那個錄影 去排練 喔 畢竟導演這件事情 對啊 感覺 我覺得 是你現在也蠻嚮往的吧 對對對 一直都蠻嚮往的 所以你大學的時候 就會選擇導演這個職業 對 然後現在也是演員嘛 對 然後就是 所以 你之後會想要做導演嗎 因為你接得很順欸 真的 哈哈哈哈 那是一定要的 很厲害 要記一下吧 要記一下吧 謝謝啦 我還是要多跟你學習吧 那你剛剛說什麼 我是說導演 我想做啊 在努力在進行中啊 是嗎 那你會主要嗎 就是 演員演到一半 然後就是 我就退役退成導演 還是你會一直兼併著這件事情 我希望能兼併欸 真的喔 對啊 甚至想要就是 以後我的片 如果我能當導演的片 我都可以自己演 希望啦 你說自導自演 對對對 希望這樣子 就是一個最好的狀態 是你希望的最終目標 嗯 因為這兩個都是 我有興趣 而且有在努力學習的 那個 事情 對啊 所以想要如果能並肩的話 嗯 其實我一開始 最初最初 嗯 想當導演 除了興趣之外 還有一個原因 所以我那時候都覺得 做演員其實太被動了 就是每次都是給人家選擇 喔 對上次也有一個來賓 也是這樣子說 對啊對啊 你不覺得嗎 就是我們 我們如果還不是那個位子的話 對 沒辦法挑劇本 對啊 就什麼都要嘗試 對啊對啊 對 所以我才想說 那我如果 多學點東西 對 然後變成一個可能是 呃 就是自己有內涵 然後就知道說怎麼去演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可以更掌控整個劇本的感覺 對啊 然後更了解細節 嗯 然後就順便覺得說 自己給自己機會 就是我如果是導演的話 我就可以選自己當演員 哈哈哈哈 真的啊 一個偏心 偏心我自己 對啊對啊 就是想說那就是 如果這樣的話會更好 改變不了命 就當那個自己 創造命運的人 對對對 沒錯沒錯 那你在就是進入演藝圈這個職業 是不是其實遇到過很多那個低潮的時期 比如說像剛剛那個標題 第一次遲到 你當下看到的時候會不會覺得很生氣 然後也會覺得說 就是看到底下留言 會覺得 我根本就不是這樣子啊 為什麼要這樣子說我 還是也不是到生氣就覺得無奈 對啦 就蠻無奈 因為 因為我覺得那就是 一個節目 節目的東西 然後被寫成新聞 然後那個標題又這麼 聳動 我覺得其實 標題 聳動 聳動 是一個點 我覺得另外一個點 是他提到陶子姐 就他說什麼 讓陶晶瑩等待 我就會覺得有點就是 因為我很怕造成別人的困擾 就如果今天都是講我 我就覺得還好 那今天又講到陶子姐那邊去 我就覺得說 那我的事情怎麼又扯到別人 而且又是大概十年前的事情 怎麼又被扯回來了 對 我覺得有點尷尬 無奈啦 對 就蠻無奈 但是當然有新聞我覺得對於我們 演藝人員是好的 不管是好的跟不好的 對啊 新聞至少有人關注 而且我也不是犯法對不對 對啦 對不是犯法的新聞 我是這還蠻有趣的新聞 只是因為那個標題 好像把我寫的像射魔一樣 那你自己本身是嗎 我是好射啦 張子座 張子座也好射嗎 但不自己磨啦 不自己當射魔 欸過來射這一個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個 對 阿Q的Podcast 喔 宇涵講到 哇 他就差點 怎麼樣 差點折拉 差點折拉 好去看啦 我們現在我們現在就講到這邊好不好 非常精彩 欸你在演這個你的 就是在大眾的人設是 對 是像上次來我家聊聊天的那個狀態 沒有因為我覺得我沒有給自己 就是太多的人設 對 可能之前就是會希望走一個 就是比較清新的感覺 對對對 但是因為到了長大了嘛 然後就想說要展現不同的面向給大家看 對阿 讓大家可以看到我更多不同的可能性 那這樣子的話 可能某個導演看到我 對對對 就會覺得說 喔原來他也可以這麼 也可以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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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也可以這麼好色 然後也可以清純 對 但我覺得好色有時候不是一件壞事 不是啊本來現在這個年代本來就不是 而且好色本來就是人的天性 對啊 你不要犯法都很好 對你不要犯法 他本來就是一個人的天性 對 你你不好色我就覺得 有點奇怪 欸你好帥喔 是嗎 就身為女生敢這樣講 我覺得很酷欸 真的嗎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觀念的傳達 就是好色這件事情 本來就不是一個壞事 對 我覺得 因為本來女生也會好色 只是大家因為這些 就是大家的那個環境影響 然後就不敢承認自己很好色 好像女生好色 女生好色好像很奇怪 其實人就是好色的動物 對啊 男女都會好色的啦 合理啦 對啊 不用隱藏啦 所以大家來看 你看他多不隱藏 白目情侶週記 對 大家去聽一下這個Podcast好不好 好啦 身為演員這個部分 你不是有參加過咒嗎 對對對 然後也有參加我 又有參演那個 我家浴缸234 茶巾等這些劇 嗯 那你自己準備角色的時候 你通常是怎麼準備的 我現在以一個後備的身份 來請教前輩 別這樣 別這樣 就是我也還在摸索中 因為我有很多疑問 對啊 可是因為我也才 就是真正拍戲沒有幾年 就其實 就是以前 當那類似那種通告的人 比較久 你一開始應該也是從 拍廣告開始 對對對拍廣告開始 對我們有合作一個 萬歲牌的廣告 不是萬歲牌 我可是不吃的呀 哈哈哈 所以怎麼準備 其實我有一些心路歷程 怎麼說 就是這陣子 嗯 因為我目前接到的 就是我 我講我主演的 就是咒跟那個 我家浴缸的234 都是比較 憨厚的 對像我自己 嗯 然後尤其是咒是那種 紀錄片形式 導演其實希望你不要 準備太多東西 喔真的嗎 角色的工具 對他希望 你們那時候是這樣子的 對他希望盡量做到 不要像在演戲 就以你自己本 有點本色演出嗎 他是沒有這麼講 可是我覺得 那就是應該這個狀態 因為如果我要演就 就是會去做一些 什麼之類的 我記得那時候就是 在那個 拍攝的那個狀態啊 嗯 然後有時候 可能 演了一點東西 就只是多演了一點點 就被看出來了 對他就欸這個有痕跡 就是 不自然 或是什麼的 所以那時候就是 讓我 更 因為我們以前學表演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是 真聽真看真感覺 對然後寫角色的自傳 對對對 然後什麼的 對那所以 因為咒這次的演出機會 我就更知道什麼叫 真聽真看真感覺 因為我不能準備 對 所以我只能當下 當下的反應回饋 對 然後當下發生所有事情 對 你給我什麼反應 我聞到什麼味道 我看到什麼 我感受到什麼 我只能這樣這麼做 所以我覺得 因為咒的關係 讓我更覺得 這個 就是自然很重要 這樣子 應該是說好像就 不用想太多 對不用想太多 演戲感覺好像不用想太多 對 就自然而然演出 然後發生 呃當下的感受 對 這樣好像是 就是最好的狀態 可是因為我 我那天就跟我 經紀人 聊天 就是我的女友 對 順便是我的女友 什麼叫順便 我們就聊 聊到就是 呃不同的演員 我覺得 因為我們最近在研究 MBTI 啊 人格嘛 對 十六人格 反正我們就剛好 講到 哪位演員是什麼人 我們就猜是什麼人格 因為我們發現 現在至少我們 肉眼看得見的表演 大範圍 大範圍有兩種表演 一種是 真的是用直覺去演戲的 一種是準備好 把節奏啊 什麼內容啊 什麼 抓得很好 很準確的 嗯 這有這兩種的 然後我覺得 就是我剛剛講那個狀態 就是真 聽真看真感覺 是第一種 直覺性的 比較適合我啦 哦 所以是要找到一個 適合自己的演戲方式 對 對 了解 因為像有些人也把類型的表演演得 超好啊 對 因為像上次我 我看那個復讀青年的 吳康仁大哥 大哥 吳康仁大哥 叔叔寶 前輩 吳大叔 對 他演的那個監獄的那一段 啊 很神欸 其實我有覺得他有一點靠直覺跟那個精算過 對 因為我覺得他的眼淚是精算過的 但是他的情緒是直覺性的 對 所以我覺得好像到了一個很高境界的演員 好像直覺跟那個你說精算過的那個事情 他是可以同時並行的 對 這就是一個最高境界 我們在討論 我們那天討論就是這個 就是這件事情嗎 最高境界就是這個 就是把你精算過的東西 人人生經歷 對 全部都算好之後 交給直覺 就把那些全部忘掉交給直覺 這個是真的需要很大的磨練 對啊這很厲害 所以那些就是有得獎的一些很厲害的演員 是真的可以到那個位置是有他的那個用 對啊 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好希望得獎 我也是 拜託啦 我們要一起加油 我們要一起加油 對一起努力 我們一起努力 對啊 那所以在角色這個方面 你現在已經不太會去寫角色之狀了嗎 還是還是會 還是會 稍微做一些 對稍微寫一些 大概就是 呃他的標籤 嗯 或是什麼星座啊 或是他的 喔對對對對對 然後一些什麼慣用的小動作 小動作或是 之前的故事 就是他這個 人生背景之類的 我會我會比較喜歡 想像就是在這一場戲 嗯 的之前我做了什麼事情 喔 所以你不是想說這場戲的目的 因為像是我是會這樣 我會對 因為我覺得目的很明顯 就是在劇本上面 會有 但是如果多一點想像 譬如說他之前發生什麼 對啊 就可以更容易塑造他這個人的豐富性 對啊 喔 因為比如說你現在吃個麵 嗯 他為什麼要吃這個麵 那你前一刻如果跟女朋友吵架 跟前一刻 剛過完生意 你吃這個麵 你吃這個麵是不一樣的 喔當然意思 對啊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前面的故事很重要 喔 學到了 我是會這樣想像的 我也是學別人的 好我今天學起來 我們一起一起 一起不斷努力學習 一起互相偷學 不斷學習 對 好就是前面設定 對 了解 好那 你有什麼 自己覺得在人生中 被誰影響最深的嗎 被誰影響最深 我我人生中有一些 影響深刻都是 比較是我的老師們 就像我剛剛講的那個 真聽真看真感覺 嗯 表演老師 嗯 是我高中的老師 高中的老師 對於表演來講 我覺得影響的 這句話很 影響很深 因為很受用 高中 滑岡一下 我們是 我們是同一個體系的 同一個體系的 學長好 學長好 學妹你好 哈哈 對 然後大 對對對 大學 然後大學就是導演課的老師 哦 他教說什麼 創作是要 呃 合情 意料之中 有在上課嗎 哈哈哈 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 意外 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 就是創作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就是要合理 但是你要讓大家又 又想 哦 這個點 原來是這樣哦 對對對 哦懂你意思 但是我們之前在那個電話中 對 就是有先前訪嘛 嗯 然後有聊到說 國中的表演藝術老師 對對對 這我留在最後講過 對 那個我覺得他 好像是一個很精彩的故事 很關鍵 對 因為我呃 他是我原本 國中很討厭的一個老師 我有跟他講過 你很容易討厭人吧 可是沒有沒有 國中真的很容易討厭老師 因為國中屬於一個叛逆小孩啦 對 我國中基本上 什麼老師都討厭 什麼身教組長啊 什麼訓導主任啊 確實啊 但尤其 不知道為什麼尤其不喜歡那個老師 哦 可是因為 可是他其實超級認真在教 就是他其實是 他只是嚴格 嗯 但我們就很討厭那種很 很嚴格的老師 對對對 但我覺得後來想想 嚴格是好的 然後因為我們 他是我表演藝術老師 嗯 然後就是 因為那時候畢業的時候 不是都要簽那個 有情可貴啊 對啊 步步高升啊 對啊 百事可樂 欸我們還是討一個年代 我們這 欸好險欸 好險你有寫欸 欸對欸 你們有寫喔 我沒有寫啊 是喔 對啊 什麼同學通訊錄嗎 為什麼你們會有啊 我們有啊 後面就一大哥那個空白處 對啊 然後叫同學寫啊 那你會寫在字幕上嗎 會 你也會 有啊 對啊 超年很多嘛 還是你們學校比較老派啊 有可能喔 因為你很小欸 我在 我是就是 因為我是苗栗長大的嘛 可能會不會有一些 訊息上的差異 有啦我新竹也是 也是這個模式 我們靠很近啦 我們靠很近啦 啊地獄性 所以我有的你也會有 對啊 對對對 傳承傳承 好啦 你的那個表演藝術老師 對後面後來就是 我就給一輪 給大家簽名 給老師簽什麼的 然後就想說 到底要不要給他簽 可是我又不喜歡他 可是我又想說 因為我是一個很中庸的人 就是不想要太出頭 但也不想要 對我想說 大家都簽了 那還是給他簽 還是給他簽好了 我就拿去給他簽 我說老師 有幫我簽名這樣 因為我那時候 以前在學校是會主持的 喔真的喔 是會主持活動那種 對 難怪你現在開自己Podcast 對對對 欸 我講個我成績不好 但是我很驕傲 我是畢業生代表欸 真假的 畢業生致詞嗎 對 而且我跟你講 有一個畢業生致詞 我是我是 真假為什麼可以被選到 你因為 你因為講我是特例喔 對 因為每個畢業生代表都是 每個學校都只有一個 就是什麼成績很好什麼的 然後成績很好什麼的 對啊 我們學校有那一個 我是第二個 就是校長特別 哇 要有一個 這麼好 你讓校長這麼印象深刻 真的我發誓 你為什麼啊 所以我們當年學校有 有什麼資格 當年學校有兩個畢業生致詞 畢業生代表 天啊 我是其中一個 那是很驕傲的欸 對 我是其中一個 學你 我是其中一個 對 好反正 反正就是我就是給他簽名 然後他 因為他是表演英書老師 對 所以他就覺得說 喔那我竟然會表演 就不要 放棄自己的菜花 浪費這個 這個會的東西這樣 然後他就說 那你 畢業想要去讀哪 我那時候想很多 想說去考 餐飲科 或者是 修飛機的科系 嗯 你以前真的對那些有興趣嗎 沒有興趣 只是 我對餐飲是有興趣 但對修飛機 沒興趣 就隨便想說報一個學校 對 然後因為我們那時候 那個高中的老師 好像主任還是老師 是我們的親戚 所以 我沒有要關說 我只是說 只是說可能 你很地頭蛇的感覺 對可能可以 如果考上的話 會會 就是會比較好溝通這樣 然後但是我那老師就說 蛤我覺得就是 你 你就不要 放很可惜 對就是他覺得說 他看到你的那個光 嗯 他說你可以去考考看華岡 嗯 那時候其實對華岡一下 也沒什麼概念 喔真的嗎 覺得那就是台北的 那就是有錢人在讀的學校 嗯 我根本想都沒有想 我是在學校開玩笑 所以我以後要讀華岡 什麼的 可是我就是壓根 就覺得我從來 那就是在搞笑 你的人生 一直覺得自己在搞笑 對對對 好那老師又說沒有 你就是要 你就是認真的去趕快考 對 但是我根本什麼都不懂 我不會報名 對你要報什麼才藝 不知道 他就 他就幫我列了 列了那個 報名表 對 幫你報名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起頭 對他還幫我記 然後因為我們那時候 考試要考 類似 身段 看你身體 看肢體 看你的伸展度 對 然後因為我們那老師 是舞蹈老師 算是學舞蹈 不是舞蹈老師 他算是學舞蹈 所以他就找他一個朋友 幫你編嗎 對 哇 免費喔 對 真的假的 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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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的 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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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是壞學生嗎 會抽菸的那一種 會抽菸 翹課 翹課不會 為什麼 因為我在家 人面前是很乖的 如果翹課就會 雙子撞 對 真的雙子撞 翹課就會被 就會告訴家長 家長就會知道 那抽菸不會嗎 抽菸可以躲起來抽啊 不要被抓到就好啦 是喔 對啊 抽菸不會被 你沒有被抓到過 沒有 沒有 我媽到現在 可能還不太知道我抽菸 那她看到不就知道了嗎 可以啊 沒有 都幾歲了 你三十幾了 然後還說 可是金牛媽媽應該很會唸喔 哈哈哈 沒關係 我都幾歲了 給她唸了 我已經習慣了 沒有我現在已經不太會了啦 我現在很少抽了 就是那時候叛逆啊 對對對 想說跟風一下這樣子 對跟風一下 然後還 就是 吃檳榔 真的 真的假的 吃了一年冰了 真的喔 真的啊 好難想像喔 對很難想像 然後 對就是 所以她拉回你到正軌 對啊 因為我就是 我覺得有 真的是有夢想的人 真的不太會變壞 有目標 對 因為你就是有你人生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人家都說 學藝術的小孩不會變壞 就是真的 真的是不會變壞 因為在大家印象中 都覺得啊 我們學藝術的人都很 怎麼講 很愛玩啊 愛玩啊 師生物很亂啊 之類的 但其實沒有好嗎 大家都是很認真在自己的職業上面 對 我們這職業就跟一般大眾的職業一樣 是差不多 因為師生物亂的人 很多職業師生物都很亂 對啊 就是也這個說法 沒錯沒錯 所以我覺得有目標的人 真的有差耶 真的有差 你覺得自己現在就是 的狀態是你自己滿意的狀態 是 你說心境嗎 整個 工作是還沒有那麼滿意啦 是希望更好 可以多發一點工作來 對對對 但我覺得我現在這狀態 是我現階段 就心境現階段 還滿滿意的狀態 就是 你有很低潮過 有 有吃藥耶 真的假的 對啊 就是那種 你說憂鬱躁鬱症那種 沒有躁鬱啦 憂鬱焦慮 躁鬱好像有點可怕 憂鬱症 所以就是完全與世隔絕的那種 就是很低落 很可怕 那種感覺很可怕 然後生人物盡那種 對 然後覺得自己 下一秒就要死掉 有想過 有 的念頭 公車喔 經過那個 那個河 然後我就想說 又很痛苦 真的很痛苦 我就想說 欸 好像掉下去 就結束 就好嘞 然後 可是因為我 其實我覺得我滿爭氣 就是我一直以來都希望過 過個 就是相對正常的生活 所以我一有這些想法 我就知道我自己不對 我就趕快去看一遍 自己拉自己一把 對對對 因為我覺得這些狀況 絕對是不正常的 不可能 平白無故 有人會這樣想 不可能平白無故 有人會心情低落成這樣 嗯 太奇怪了 那你要怎麼給一些 就是可能很低落的 有這種想法的 你覺得要怎麼走出來 走出來喔 也不能說走出來 就是什麼改善 我覺得真的要 察覺自己真的不對 因為有些人真的是 沒有病識感 喔 或是他覺得看醫生很丟臉 喔會喔 對我覺得一點都不留 尤其是 因為很多人都會有一個 嗯 既定印象是覺得說 吃那些藥 會把自己搞得 昏昏的 這是真的嗎 沒有我不會啊 喔 醫生是可以調那個劑量 喔了解了解 所以你提早 覺得自己不對勁 就趕快去看 趕快去看 那個藥 劑量就不會太高啊 然後就會慢慢的好起來 我覺得看醫生很重要 就是不要擔心這 不要擔心劑量的問題 對也不要去怕丟臉 根本就不丟臉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 其實每個人都 一點點輕度的憂鬱症 對啊 因為我覺得這個社會的壓力這麼大 其實大家多多少少都有 所以要找到一些紓壓的方式 那你平常自己紓壓的方式是什麼 紓壓的方式喔 對啊 嗯 嗯 就耍廢 就你知道有一句 你說爛爛 然後躺在沙巴上的那種耍廢 對啊 我就覺得很紓壓 因為有一句話是說 嗯 努 努力 真的很重要 對 但不努力 真的很舒服 你去哪裡 你來的這個話啊 你自己創造的這個話嗎 沒有沒有 這是一個經典名言 哈哈哈哈 你不覺得很有道理嗎 是沒 沒錯啦 因為你每次都想要說 你有時候一個人看電視 你就會想說 我現在這個時間看電視對的嗎 我是不是應該去做點什麼 對 就會一直很焦慮 糾結 可是當你決定放棄 告訴自己 就什麼都不要想 就這兩小時 你這兩小時會過得格外的開心 哦 因為有時候我們現代人休息 還沒有完全放鬆 腦袋都不會停 腦袋都一直在轉 對 所以就是你的意思就是完全放空 完全不要去想 對 就那兩小時 然後充電完之後再繼續努力 對對對 哦 真的是完全不要去想 你就會看電視或是 躺在沙發那時候 紓壓一下 所以是你自己創造的這個句子嗎 不是 真的不是 我忘記在哪裡看的 但是工作也能紓壓 也能解壓 對你來說嗎 對對對 真的假的 你是工作狂 我不算工作狂 但是有工作會蠻開心的 哦 就是我 如果一陣子沒工作 我就很想工作 工作很久 我就很想休息 哦 你跟我們那個經紀人一樣 真的哦 雙子座 對啊 原來是這樣哦 所以星座真的很準 有時候真的是蠻準的 真的是蠻準的 但是因為最近 最近的 因為最近已經年紀就是漸長 你幹嘛一直說自己年紀漸長 沒有因為我就要講說 就是最近年紀漸長 然後又到了 嗯 普世價值來講的試婚年齡 會有壓力嗎 對我跟那個順便女友的經紀人 又已經在一起九年了 對啊 然後就覺得說 對啊 賺錢真的還蠻重要的 所以現在工作不會覺得 就現在有工作覺得還蠻開心 以前可能會覺得 好累哦 會抱怨啊 長大了啦 你現在就覺得 有工作還蠻踏實的 等你們好消息耶 好 慢慢等吧 慢慢等 我在努力等 好啦 那我今天呢 有幫你準備一個小小的那個 那個考驗 因為你不是說 你不是說就是 大家對你的印象都是 比較憨厚的形象嗎 對 然後我想說 因為我們是一個Podcast節目 我就想說影像跟聲音 到底要怎麼呈現出情緒 怎麼結合對不對 對 我就想說你可以用渣男的方式 渣男 渣男的方式 然後演你的喜怒哀樂 講我愛你 渣男 還沒當過渣男 對啊 剛剛看 我想一下 渣男的方式然後講我愛你 就三個字就好 就是喜怒哀樂 這樣子 好 你要準備意識 對鏡頭 對鏡頭 我想一下我想一下 渣男喜怒哀樂 對喔 渣男來囉 我們今天就是 特別能看到阿Q的另外一面喔 我想一下喔 那我可能要跟我經紀人討論一下 哈哈 好啊好啊 渣男要怎麼演 渣男 因為我現在演戲 有時候都會問他 他很厲害耶 他很會看表演 你必須要吧 對啊 對啊 一起工作 欸我很常有上的 都是因為他訓練的 他的那個 對對對對對 還是你可以什麼想像一個什麼電影的 比如說什麼 往大陸之類的 喔 我想一下喜怒哀樂 好 渣男 我在哪裡 我現在在哪裡 你現在 我覺得可以在你們 女生家的門口 喔 門口 對象是 就是那個女朋友 對 渣男 我愛你 我愛你 就可能可以有一種 喜怒哀樂 喜怒哀樂 好好 我我我 我 媽寶針 喔 媽寶針 媽寶針 哇 好 來喔 準備囉 好喔 阿Q的渣男的演繹方式 Action 洗 對阿 就愛你阿 好 愛你啦 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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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愛 我錯了 對不起 對不起啦 我我真的愛你 對不起 對不起 原來我一次講 這一次 我下次不會了 對不起 對不起 樂 樂 欸 喔 怒 怒 是愛怒樂 喔 對 剛錯了 先怒好了 是怒怒怒 怒 怒 阿就愛你咩 不然怎樣啦 不是阿 那我不愛你愛誰 關他什麼事阿 好 樂 樂 樂跟喜有點難分 樂可能要更多的那種 嗯嗯嗯 樂 我剛剛好像喜是不是有點太多了 哈哈哈哈 那你就可以再更多 哈哈哈哈 樂 我愛你 我愛你 寶貝 我愛你 哈囉 哈哈哈哈 有渣嗎 有渣嗎 好啦好啦 愛你啦 愛你啦 很難耶 陷入你的那個渣男輪迴 好難喔 我覺得這就是演員難的地方 真的耶 很難 你要在一秒的一秒之間轉換你的情緒 真的我覺得我好像還沒到那個年紀 哈哈哈哈 我是說還沒到那種你知道 可以 隨便可以把那個情緒檔案抓進來的那個年紀 哇 我可能要當當看渣男 如果當完渣男我下次再來好不好 你確定 你確定 你女友院前 這樣說 為了表演嗎 哈哈哈哈 以表演之名 對 然後使那個 渣男之時 哈哈 沒當過 沒有那個情緒 不知道 可以觀察嘛 有啦有啦 也是一種方式 那個媽寶 媽寶渣 對媽寶渣 我覺得有啦 你有遇過媽寶嗎 媽寶喔 對男友 沒有 媽寶男就不會列入我的那個 真的耶 恭喜你 你有遇過嗎 還是你自己就是 你說我遇過嗎 遇過 謝謝你的修正 遇過我有些 朋友嗎 不是朋友啦 不能說朋友 觀察到的人 對啊 看過有些 很誇張嗎 我都很誇張耶 有些媽寶 欸 你想像中 有些人想像中 媽寶可能就是 很聽媽媽的話 聽媽媽的話 可是我看過那種媽寶 一個集資是他 他是會 比如說媽媽家裡 就是他是會兇媽媽的 他媽媽家裡 可能買一個新電視 假設新電視 他家裡 三四十歲的人 他家裡可能電視比較小的 對 他就去他媽家 把電視拔走 哇 真的有看過這種 這個 才在媽媽頭頂上 對對對 這也算媽寶吧 對吧 這已經極致了 這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狀態都是 因為媽媽有點活該 因為媽媽太寵這個兒子了 對 好啦 你剛剛有演繹到那個 媽寶渣的感覺 有嗎 有 觀眾有感受到 好 拜託啦 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真的是完全即興 好那你最近的計畫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最近的計畫 最近計畫就一樣 繼續工作啊 但工作至於 你是不是有在做 就是一些 幕後的 比如說像剪輯的一些 對對對 這就是我 日常的生活 對 目前為生的工作 對對對 因為目前的工作太那個了 嗯 就是我說一幕前的工作太被動 了解 所以我就會做一些幕後來就是賺賺錢這樣 這樣也可以 因為就是同一個職業相關 對阿對阿 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其實雙子座齁 又來了 雖然看起來很多面 可是我覺得 是我啦 我不知道經紀人會不會 其實蠻執著的 就是 就是 像我 找工作就會 想要找 新鮮 各式各樣的工作 但是都是要在這一行 了解 就這一行的 就我執著在這一行 但這一行的 就其他工作我都可以接受 我都可以接受 我覺得我執著在這邊 所以我 所以我很幸運就是 工作還可以在這一行 不管是幕前或幕後 很感謝 大家給的機會 對阿 真的很感謝廠商 謝謝 甲方大 甲方乾爹謝謝 好 然後還有要寄 你的那個阿 Podcast的經驗 喔對對對 最近很努力在做Podcast 對阿 我有看到一直po一直po 一直跳出來 對啊 按讚喔 按讚留言加分享 按讚留言加分享 然後要去看我們那一集 對我們有 我們是有影像版的 所以我們是以YouTube為主力 嗯 好 Podcast比較沒關係 我們就來看 要去看好不好 要留言 因為留言才會有那個 才會跑得到 演算法才會 對才會跑出來 所以大家要留言 好 還有你是不是有在寫劇 喔對最近剛寫完一本 然後 真的 還在找大家討論中 找一些人討論中 給一些建議什麼 對對 外你的範圍很廣 對阿就是雙子座 很厲害很全面 什麼都想做阿 但希望什麼都做得好 就是目前就是還在學習的階段 還在摸索中啦 那就是有興趣 然後我覺得我可能就是 就是個性比較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怕 就是像我之前 沒錢喔 嗯 我就 沒錢就拍了 短片 就自己拍 但是其實我覺得 拍的沒有那麼好 但是我就自己拍 然後就我們還租電影院 沒錢的狀態下租電影院 對 租電影院是有人贊助 喔有人贊助 就是自己去拉贊助 對租電影院 播我拍的那個短片 哇 就覺得好像什麼都不好 我現在想想 我覺得怎麼 怎麼好意思 你很有毅力耶 你很喜歡這個行業 我真的是蠻喜歡的 嗯 然後還在找到一些努力的方法 嗯 那大家記得要就是 多找阿Q 拜託 因為他真的很熱愛這個行業 對啊 然後還記得要多找我 我希望我們可以合作 真的嗎 你說演戲嗎 對啊 希望我們可以演個兄妹或什麼的 兄妹喔 對啊 為什麼是兄妹 那你沒有在 我怎麼不能說情侶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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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情侶好像也可以啦 情侶 情侶 你長得應該算年輕吧 嗯對 我就可以不是那麼大 欸 姐弟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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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說姐弟戀 因為你說我算年輕 哈哈哈 也沒有到姐弟戀 我跟你講不可能喔 不可能喔 我們看看喔 哈哈哈哈 好啦 那我們 期待一下我們之後的合作 如果有機會的話 好 對一起合作 一起攜手 上台領獎 好 一起加油 一起加油 好那我們今天的與你分享 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了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阿Q 謝謝 掰掰